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连台佛山论剑 今天我们又来谈到复佛外道的一个情况 我们每天都在谈这些事情 但今天我们要转到另外一个复佛外道的课题上面 就是法轮功 有没有知道这个法轮功其实有一度是非常盛行的 对对对 很多朋友讲这个 好多人在谈这个事情 而且在马来西亚也有这个相应的法轮功的这个组织 而且法轮功还在某一些很很重要的交通路段 有它的广化海 蛮大的 蛮大的一个 它手势在转一个法轮之内 对对 这个法轮功 我不是很熟悉这个法轮功 法轮功到底它是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据我所了解 法轮功应该是李洪志这个人 他自称应该是类似释迦摩尼佛之类的一个再来人 或者是宗教的领袖 然后呢 之所以不得不用气功的形式在中国推广 因为宗教 因为宗教自由在那边并不能够行得通 所以就以气功的方式来引导 那据说这个这个气功很多人学了 蛮有感应的 蛮有效果的 然后引起政府方面的一些 注意了 注意之后再加上一些 它的确也是有标签一些佛教的用词跟说法 然后可以说是 可以归类为所谓的父佛爱道吧 勉强可以 它用了几个字吧 传法轮 真善 真善人 真善人 真善我不知道 看忍那个字可能是不得不忍嘛 因为没对某一些方面的打压 所以忍变成了他的招牌 他的一个品牌管理 那个应该是在90年代 对对对 90年代当时还是在中国 应该是六四之后的事情 对对 六四之后 是是是 六四是八九年嘛 但是然后过了八九年之后 这九十年代 这个时候呢 其实在中国啊 就是刚刚你说 很多人在练练这个气功 气功 气功确实在中国流行 非常流行 非常流行 你还记得有没有什么锅灵气功 对对对 甚至kal 他们在一个很大的广场 对 来练习 有看到手势蛮吸引人的 他就是个法轮功在那边转了 转的 这些东西 蛮吸引人的 对对对 所以 就是说 这个法轮功在中国 那段时间可能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快 太快 非常的迅速 太广了 对 所以就引起了官方的一些注意 引起官方注意 那后来据说是这个当时江泽民 江泽民就是对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注意 就决定要进行一些限制 对他们做一些限制 这个事情就逐渐的引起 我记得还有一次法轮功的学员 甚至在天安门广场集会 集会 然后就游行到了新华门 就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这个事情就闹得比较大 比较大 对 这个时候中国的政府就开始了 对法轮功就采取了一些镇压的措施 但是这件事情后来 据说这个李洪志就逃亡 就逃到美国 美国去了 逃到美国去了 就在全世界各个地方 就又开始 又有新的趋点 对 推广了 对对对 而且在本地也是有他们自己的杂志 新纪元之类的 什么唐人 唐人电视台 唐人电视台 也搞得有声有色 对 很多节目 对 你看就是他自己搞了很多的媒体 在台湾电视台在美国 还有这个希望之声广播电台 还有这个明慧网 大纪元时报 我知道在马来西亚也有免费流通 免费派的这种 这些宣传 这些宣传 其实我们也蛮 就是马来西亚人在当初那些年代 也蛮熟悉的 也蛮熟悉的 我看到吉隆坡这些地方 也有90年代 也有不少人 在这个体育场 就是莫德加体育场那边 去练功 蛮多人在做这些 但是因为这个中共是宣布了 也是在大概是97年 还是九几年时候 宣布它是非法的 宣布非法了之后 可能这个法轮功就和中共 就是干上了 就是对上了 对上 他也发表了很多 就是批判中共的这些 对着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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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们一些宣传品 还有就是 转法轮了 这个法轮佛法了 这个跟佛就扯在一块了 扯在一块了 就扯在一块了 这个跟佛就扯在一块了 还有就是比较狠的 就是九凭共产党 这个是比较狠的 这个明慧周报 新纪元周报 真相 天地苍生 解体党文化 这个血腥的活摘 其实你看到好些这些刊物 都针对这个中国 中国 所以这个矛盾 中共出来 蛮深的 怎么说离开中共这个党的人 人数的流动 他也没 每一期的这个大纪念都放在前面 对 让你知道多少个离开 其实我觉得这个法轮功 也是蛮历史性的 因为什么呢 是在一个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 这有一种 这么样一种 富佛外道 对 你说是一个运动吧 一个运动 因为我们 我们过去听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从来没有意识 就是说这个原来是富佛外道的一个东西 而且这个运动跟 本来是个宗教的气功运动 然后跟反政府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 这力量就非常大 然后遍及到整个世界 因为他曾经在中国发展到了七千万的学员 甚至有的说超过一个亿 中共的党员当时也就是七八千万 你会感到恐慌 安全感 但问题是 我有些不太理解的地方 新家二位 就是 为什么这么一个法轮功会有那么多人追随呢 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就是 当年的那个气功热呢 其中有些有搞的 就是说 他们讲那个叫代功演讲 或者是代功的那个 就是换句话说 更早期的那个气功的练习者 就是纯粹很简单 这套功法我教了你 你就自己回家修炼 或者去什么地方修炼 但是他们加多了一样东西 就是你要来听这个师傅 那师傅要演讲 演讲的时候 其实讲的东西也是跟做报告没什么分别 不过他说他发功 他发着功 所以你听了之后就会有些不同 现场感应 当然这一个呢 就从催眠的角度来讲 他只是做那个叫做 在你脑袋拨一些种子 就是说 现在我是有代功的 所以等一下你们听的时候 有些人会有什么感觉 或者有第二种 或者有第三 或者有 这几种感觉就表示呢 那个功已经传到你身上 这些对学催眠的人来讲 其实就是催眠的暗示 他只给了一个暗示 那么这些人可能开始身体又动 还是怎么样 然后最后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可能病好了 还是怎么样 那么就会大肆宣传 那么这个代功呢 其中的一个 就是我觉得是灰色地带了 就是变成你需要有一个人 就是说 没有我你是不行的 没有我你是不行 所以当时 我觉得不只是就是李洪志 当时好像你看到 阎兴也好 还有那个什么新张的 还有好几个 就他们也是有代功的 也是人数开始越来越多 好像新张的那个 好像还有特异功能 还是什么之类的 OK 隔空取物 对 阎兴好像也有什么 也被传 好像有特异功能 那么这一类的 要成为一个教主是很容易的 因为已经很多人认为 我是有特异功能的话 在下一步我就讲 现在 现在其实呢 我的前世 其实我是谁 会很多人 很多人就会买单了 OK 所以这一边 我就觉得呢 可能是其他的 没有成为 比方说阎兴也好 张宝顺 没有成为好像 李洪志的这个角色 可能是 他们比较早的时候就 镇压了 或者是开始控制了 但是李洪志呢 就可能真的就好像说 一下子那个人数太大 那么就 你也没办法 那么人数大的时候 你恐慌 恐慌的时候 你强势的手段 一镇压的时候 就那些受害者 请议接 反弹更大 全部就会反弹更大 我觉得是一种 中国的这种状况 环境之下呢 长期精神上的压抑 信仰上的迷失跟空虚 所引起的一种反弹的现象 因为 我可以想象 中国的老百姓 他们需要一个 一个信仰的时候 他们找不到一个出口嘛 然后只有从气功 才可以找到 他们要的东西 然后气功 加上他们长期 渴望一种宗教的 需求和安慰 那佛法 佛教或者佛教 跟他们是蛮相应的 所以李洪志在这个时候 刚好以这个教主的身份来自居 他说他 他讲过句话 我如果 地球本来不懂 是要在2000年毁灭嘛 我不懂施了一些法 或者硬了一些功 就延迟这个毁灭的日期 那就是渴望这样的一个人 偶像人物的出现 超级人物的出现 所以在时代环境的契合之下 时空环境之下 推波助澜 然后就有了 像李洪志的一个人物 所以可见 这一块 就是政府不得不注意 这一块信仰的空虚 当长期压抑 你不得 找不到一个出口 然后刚刚有一个出口出现的话 人民就涌向那个地方 所以就有了法轮功 这种所谓的宗教跟气功 结合起来的一种运动 这也是一种趁虚而入 趁虚而入 对 就在这个法轮功的研究会 他也编写了一个李洪志的这个传记 专门就是把他神话 把他神话 说他八岁的就得上成大法了 巨大神通了 这个有搬运定物什么思维控制隐身 很多很多的功能 对对功能 特异功能 然后听出他的日期 是跟释迦摩尼生日期 是 生日期是世界出发 应该是一样的 对对 这个不言有欲了 就是暗示你一下 然后他都悟通了这个宇宙的真理 洞察人生 就是预知人类的过去 现在未来是什么 是是是 所以这样子的东西 还是有人信 是是是 其实我倒觉得 就好像讲自己洞察了 宇宙真理的不只是他一个 全世界 就算是 所谓的教主 可能亚洲 可能在美加 也有不少人 就是 应该每一年都有很多个认为 自己是终于洞察了 这个宇宙的真理 表无宇宙实相 对 但是呢 是多少个 就是就好像做生意 可能是10%的人 就是能够赚大钱 其他的90% 可能都是一年里面就会倒 很多的这些所谓的 出来的教主呢 也是经历过市场上 把他们筛选 那么就可能是 我相信当年就是大陆 也不少的这些 所认为自己是教主 是神还是佛还是怎么样 只不过是最后的那个 叫做筛选过程留下 就是这几位 比较就是大家接受的 因为他讲的一些东西 你会觉得很奇怪 他说他能够再造地球上的一切的物种 对对对 这就是上帝了 这让我想起一个人物 就是川普 川普这是一个典型的靠人物 你知道为什么 他的信徒或者他的followers 对他刺狂的程度 不管他说什么 他们都会信以为这 不管他做错什么 人家就会说他是对的 所以那刺狂的程度 到了不可理议 不可思议的这个地步 所以李洪志这边也做的 非常的怎么说 大位 也就是他够狂 够敢 他讲的就是不可思议 完全越越越 越糟越越不可思议 人家就越相信 对 他进入一种完全 混沌的这个神秘地区 你讲什么 我就整个神经就投入进去了 这一点他把握得很好 对 而且这些人通常不是一出道的时候就讲 是 他铺陈了 他是看他的信徒开始越来越多 然后信徒开始信他越来越多 然后他就讲一些 一点点放进去 最后的时候 其实可能就有点像一些上瘾 他完全脑袋也不清醒 他自己讲过这样的那个东西 就是好像 假如是说另外一个复活外道 就是卢森燕本身是有讲过 他的法律是可以解决地球暖化的问题 怎么解决法呢 就是把地球和太阳的距离是拉了远一点 那么就没有这么热了 那么当然我们从 你是读过物理 你就知道这个 对 一拉的话就整个可能整个太阳系就要崩溃了 其实一个地方 那个整个引力就完全影响到其他的地方 但是他的信徒是相信了 是相信的 完全相信的 然后也跟我辩论的时候 我就讲了说 不如这样好了 不用两个 不用地球和太阳了 我拿两个汉堡包放在那个桌面上 你能够凌空 就是不用碰他 能够把他距离拉远 我都服了 不要讲什么 但是你注意一下 没有信徒是要求自己的师父要去做这个汉堡包拉远的 没有信徒会要李洪志去做 你说再生 不要整个地球 再生一点点东西给我看 但是没有人去做这个要求 这李洪志他怎么说 他说他再造地球杀了一些物种 就能造新的地球 他说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 是要想把整个地球上的人类物质都做好 还把它做得更精致 他说要保留地球 怎么保留呢 就像你们修炼一样 随着给你们演化身体的同时 也在制造着新的地球 对他在给一个美好的憧憬跟理想 就好像川普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是美国再度美好 这是一种不用怎么样美好 他也没有一个量化的一个名 他给你一个口号让你去幻想 那你从那个幻想之中 你就上钩了 那就是李洪志所搞的这个东西 但是他讲的这么玄乎其神的这些东西 那居然真的是能够吸引到人 没有 就是说我先告诉我 他是得尊进者的 他不是任何其他的一些 不要讲富豪外道 其他的所谓的就是 比如在国外的一些 比方好像摩门教 摩门教他里面的那个最终 外面你看他的时候 他的教育跟基督教的分别不是很大 但是里面你真的去相信的时候 是会有些比较奇怪的 那个信仰就出现 就是你相信的话 你死了过后 是上帝会给你统治整个星球 那么这一个这么奇怪的东西 你就不可能一见面 就是外面我见一个 我要拉一个信徒进门的时候 就跟他讲 你信我们这个教 整个星球以后会给你统治 那么那个信徒 这个就很怪了 但是假如我一步一步信了你 尊进者的主不信了你 最后的时候我再讲再怪一点 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 那么最后就可以讲一个很夸张 只有教内的人 是不敢抗拒 但是外面的我们听的人 全部是这个是 荒谬的 完全是很荒谬的一个东西 而且他给你一个感觉 他就是传过 带工 带工修法 带工修炼 他给你这个感觉 你跟着他感觉走 你就会到那个 所谓的不可思议的东西 你完全失去了理智 就你情绪完全主导你 你进入那个 所谓那个世界 那玄秘 玄不可选的世界里面 那就是了 那就是你跟他一样了 就是这样子 假如我们是把他 在拉低一点的那个层次 不是他了 就拉低一点的一个例子 就好像有些女生 喜欢上一个男的 那个男的呢 其实就是骗他的钱的 不过 那个男的会跟他讲 我答应你以后呢 五年过后怎么样 以后怎么样 我们接了婚 我们怎么样 讲一个 但是我们旁人一看就知道 名字倒是骗话 为什么呀 我是骗子 爱情骗子 但是当事人不是 因为当事人是一步一步 小小的性 我再把性能再放多一点 再放多一点 最后的时候就放得很多 所以就变成 他已经不再去过滤 这个东西 我是认为是 不能付出于理性的东西 他是情绪脑 他性人体 已经被激发了 他就是无法以理性来解释的 感应啊 神通啊 但你说他 他无法以理性来解释 之前刚才我们讲了 他有那么多的媒体 有那么多的刊物 这些刊物 你翻翻的时候 你觉得他还蛮理性的 蛮理性的 蛮理性的 他对外会有理性的说辞吧 对内自己人 可能就是一大堆感性的东西了 对 任何的那些 任何的那些靠新兴宗教的 都是对外和对内是有一套的 然后对内里面又有分 刚入门 还有核心信徒 Inners of the government 又有另外一套的 对对对 信徒可能又有另外一套的 接近他几个就有不同的说纸 就可能不同的说纸 所以这个 假如是要断定 外国呢 假如要断定哪一个是靠呢 宗教 通常一般的宗教 就是对外和对内 他的那个教育 不同的 那个矛盾不大 对就是最核心的 教内还有教外的呢 你们看到的东西都算是一致的 但是通常的那些邪教团体 或者那些靠呢 就是可能有三套 不同的东西 三个城市 甚至乎这三套是有矛盾 有矛盾的 而且他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在资深的 他智能团 对 背后的 你讲到这强大的团队 像类似这种复合外道 你看我们像卢太长 像卢顺岩这个 那他们要运作他整个这个体系 他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些收入 肯定 肯定非常 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 这个李洪志他收入从哪来 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 我觉得应该是镜头供养吧 通过买一些气功书啊之类的东西吧 我不清楚 这个我不确定 就是卢圣燕那个就很简单的 就是他所讲的叫做随意供养 就是随意就是土地对师父的一个意识 但是如台长听说 好像是假如是开始学了 好像开始做他的土地 还是怎么样呢 好像又有一些 有人会建议你可能是要给多少啊 还是 所以我觉得任何的新兴宗教 我这样子讲了 没有一个 每一个就算是宗教 不是新兴宗教 都要钱 对 都要钱 更何况新兴宗教 宗教本来已经是成立了很久了 他都需要钱 更何况你刚刚成立 你没有钱的话 你怎么样可以打这个几千年的仗呢 要点是你看不到他钱哪里来 这个才是 但我所听说 就是他有一些东西 是可以给你去弄钱的 比如说他有一个什么链啊 什么宝链 什么链啊 这些东西啊 那新童拿去的 这是可能价值就这么 一般 一般 这是十几块几十块的价值 他可以弄到几千块 一条 那就跟鸡谱体差不多一样嘛 派卖 但是他说派卖是他的一些 他的用品啊 对 然后草膏来卖 这些东西的价值是纯粹就是说 他要让他的信徒就是迷信他 对对 迷信他这个这个十几块的价值 就可以变成 因为他加持物嘛 还有他的磁场在里面 他们讯息 信仰是不能够用 一个量化的 这样说说 反正那个金钱就跟他大量化了 对对 不能用金钱来量化 你的金钱收入就跟他增加了 对对对对 所以所以任何宗教 包括就是新兴宗教呢 两样东西 他们就是一定要 两个资源就是不断要拿 就是人还有钱 为什么呢 因为钱就是从人身上拿到来的 OK 所以就不断 而且呢就是很多 特别是新兴 外国他们有做过的研究 就是很多的新兴宗教 他们的那个叫做turnover 就是那个人呢 会过了一段时间就会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就会走了 因为通常新兴宗教 就很需要那个信徒是要付出的 你要招人啊 你要做这个 你要捐款 要做这个 要做这个 那么有些是忍不住的 就会过滤掉了 所以会过滤掉的话 所以我们更急着 要招更多新的人进来 那么这样子整个那个团队 才有办法继续有资金 因为团队你要 你要搞一些出版物啊 那些出版物啊 这个印象制品啊 这些都是可能收入的来源 电视台啊 有一个调查啊 就是从92年到99年这个期间呢 这个李洪志的这个组织呢 他们这个法轮大法的研究会啊 就是编辑啊 发行啊 经销啊 各种这个法轮大法的这些宣传品啊 这里就有1.35个亿 不出去啊 我觉得不出去 不出去吧 不出去啊 就是我 我只不过是没有这个胆量去做这个生意啊 哈哈哈哈 没有这个这个你的人数这么多的时候 就算我卖的很便宜 那个量已经是非常 量了 赚少卖多 那他他这里面还有一个一个问题啊 就是别 呃 呃 为什么很多国家啊 呃 因为法轮功已经渗透到很多国家嘛 嗯 但是呢 很多国家对他有一些看法 嗯 就是说他在这个在信仰里面啊 拿那个数据出来 说这个夫妇还到造成你怎么样的一个伤害 对 这样才能说你为什么要必须要脱离 还是要回归正途之类的东西 一定要一定要把握这个数据 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呃 日本的夫妇啊 嗯 呃 所谓日本的夫妇他的这个呃 妻子呢 他是个中国人 嗯 呃 那个时候他考入了这个南京大学 嗯 然后呢 就在出版社工作了一段时间 然后呢 95年的时候 他到日本 嗯 那到日本了之后呢 就是早期呢 就他就呃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就接触 接触到了这个法轮功了 嗯 然后呢 就是99年的时候呢 这因为中国已经取缔了这个法轮功嘛 嗯 他就就是 到北京 嗯 他也是也是像这种呃 一般的学员那样子去反反对的 嗯 就反对的这个政府取缔这个法轮功呢 嗯 就后来的就呃 又被这个法轮功组织呢 就派到了这个日本 嗯 然后他就在日本的时候呢 就呃 工作了呃 一段时间这几年嘛 最终他取得了一个日本旗 然后呢 他就跟一个日本的这个中学教师 呃 叫做佐藤呢 嗯 就结了婚 结了婚之后呢 又又一起就学学习这个法轮功 法轮大法 就叫法轮大法 就练习 那逐渐的连他的这个丈夫呢 嗯 也也喜欢上这个东西 嗯 也喜欢上 所以所以我我就说啊 当然这个是一个呃 呃 惨痛的例子啊 这为什么惨痛的例子呢 后来就是因为就是进入这个呃 法轮功之后呢 就他们就开始呃 就 依照法轮功这个组织 嗯 教他们做的一些东西 就做一些宣传啊 专门 因为中国是 奔法轮功的嘛 嗯 就就攻击法轮功啊 这些东西 嗯 但是呢 他万万就没有想到的时候 他在练法轮功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一些状况 嗯 出现了一些状况 就是他因为他信得很深嘛 嗯 他信得很深嘛 他不去就医 嗯 不去就医到最后呢 就是他这个丈夫啊 就呃 因为因为就是可能是练的情况不对啊 嗯 还是其他的呃方面可能弄得不太对 就就突然就暴暴死了 嗯 就暴毙了 嗯 暴毙了 然后呢 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呢 嗯 到过了过了没几个月也暴毙了 哦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我我我听过一个状况 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哈 我听说 我是这样听说的 就是说这些法轮大方 他你的他他说的法轮案 你就在你的夫妇那边 对 你的老师启动了他 他就自动的转 那你就转的转的转的 你觉得很痒 很什么 啊 那你就会 有些人甚至会 按据不住用剪刀 把自己的肠子剖开 然后就 弄到这样的悲惨的状况 对 也有这样的情况 对 因为因为他他告诉他们气功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 嗯 他这个因为就是他的这个妻子呢 就是有患了那个什么癌啊 嗯 患了那个子宫癌 嗯 患了子宫癌 结果的这个这个情况呢 就 就 就 产生了一个悲剧 是 当然 这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 嗯 但是 呃 最关键就是说 这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教义吧 让人就是 不去 有病不去真正的去看病 对对对 结果就造成这样吧 对对对 好 那我们今天先说到这个地方 好 那下次我们回来 我们再看这个 呃 法轮功 究竟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情况